Gulas Yutaka早报涉入不伦练 对象是去年 他在竞选花莲县长期间 负责贴审保护的已婚随护 根据周刊报道 竞选失利后的Gulas回任总统府发言人 跟理性随护在花莲共筑艾巢 并且两人都有生育的计划 甚至连小孩的名字都已经取好了 最后是在理性随护的妻子得知后 愤而告上法院 才让这一段地下情意外曝光 今天我请假 我不是发言人 我是花莲人 今天要用花莲人的身份还有立场 告诉大家 明年我们一定要让赖青的做总统 穿着深蓝色套装展现俐落形象 总统府发言人Gulas出席 花莲县信赖之友成立大会 台上大秀流利口才 没想到却被周刊爆料与人夫相恋 去年忙着竞选花莲县长的Gulas 身旁有一位贴身随护 他是现任吉安分局 月媒派出所寻佐兼所长李世勋 周刊指出两人疑似朝夕相处 日久生情 南方传讯息说他们的恋情 就是随护爱上总统府发言人的故事 还说自己好脏好不搭 甚至帮女方取绰号名为圣母丰 Gulas则回应如果装备不够就无法公定 南方依旧大方施爱 回应圣母丰已被占领 我们要一步一脚印 跟每一位姓名互动 当时Gulas在选举期间集体跑行程 可能暂时将爱情摆一边 让李世勋朝思暮想 南方希望假日也可以和Gulas约会 还把将来的孩子取名为Lucy Gulas更直说 生理期来了 宝宝没有了 心情很差 李世勋安慰回应会继续努力 只想和你有Lucy 希望你还爱着我 所有的亲密对话 全被李世勋的妻子掌握 而且郑公也有出席花 连信赖之友会 直接坐在台下看着Gulas 向他求偿百万元 我们内心深深的了解 各位的理想不灭 就跟我们一样 卷入不伦恋 Gulas和李世勋双双脸书发文 李世勋坦言想与太太离婚的事情 没有让Gulas知道 为此感到抱歉 而Gulas则澄清 自己没有与南方有乐举行为 但Gulas也同时把脸书照片 删光光 更火速请辞 发言人一直暂时避避风头 记者综合报导